賴清德不好勝 玄鎮到數九天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一整天狂掃桃園 不只總統拼勝 重點也是要拉抬自家小雞 我做過行政的議長 也接受到立法院 所有立法委員的技術 我非常清楚感受到 哪個委員是專業的委員 哪個委員有為兵的建設 在清楚的委員 鄭運鵬都是最好的立法委員 就算有點鼻音 也還是要繼續拼 同一天下午賴清德肝場 輔選黃世傑 千塊 千塊 兩千塊 有小女孩綁著沖天炮 抱著奶瓶跟賴清德合照 模樣超可愛 人出正機輔選 證明政府照顧人民 一天下來五個行程都在桃園 未經基本盤藍大於綠 除了守住既有立委席次 也要拼翻轉 不知賴清德四號鎖定桃園 隔天蕭美琴接棒 也在桃園車隊小街跟辦座談會 六號加上蔡英文三巨頭大造勢 七號賴清德還會再來桃園 出席新住民後援會 全力守住桃園選旗 民進黨有兩席 另外一席是五黨旗 國民黨戰友三席 其實民進黨所擁有的席是 或是五黨旗的這一席 對台灣來講都至關重要 選民結構上面也並沒有很明顯的優勢 所以其實每一四年的立委選舉 對我們來說這都是重重之重 嚴防選情拉緊報 賴清德蕭美琴 加上最強助選員蔡英文 輪翻上陣助攻 不僅衝刺總統大選 也替立委小姬 選情加溫 蔡英宣 陳俊錦 朱樹君 桃園報導